看到地上有漂亮的影室金氏,你会捡起来贪小便宜吗? 俗话说路边的野花不要乱踩,红包不要乱捡,都不是没有道理的 中国有名男子在公司附近的路上看到一个在雪地上发亮的漂亮影室 没有想到竟然让他失去了将近半个身体 在告诉你发生什么事情以前 如果你喜欢真实安静的影片方式呈现,可以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新影片哦 出生于1976年中国吉林省的宋学文,来自一个贫穷的农村家 1994年高中毕业后,他直接进入了吉林化工集团当建筑公司的工人 跟他一起工作的同龄层同事中,他的表现最出色 所以不久后就被升职成管线工组长 认证工作之外,他私底下还是一个文武双全 不仅得过多次散文奖项,也是越野长跑运动员 听起来就是一个前途广大的年轻人 但命运有时候就是爱做弄人 某天的意外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 1996年1月5号,他走在上班的路上 公司附近看到一个闪闪发亮的影室掉在雪地中 他以为是同事的钥匙圈掉了,但不知道是谁的 就把他捡起来,放到自己的口袋里面 想说晚点再问看看有没有人掉了这个影室 进公司工作没多久,他就开始感到疲惫想睡 过了两个小时出现恶心呕吐的感觉 然后状况就开始急剧加重 他开始狂吐,每隔几分钟就吐 之后就昏迷没有意识 他的同事赶紧将他送到医院 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他早上放到口袋里的影室 那个金属实际上不是谁的钥匙圈 而是一种1以92的加码射线发射体 具有高放射性会损害人体器官 这个金属因为被公司一名技术人员放出地方 本来拿来检测公司管道泄漏的状况 但检测完后忘记把金属移出 然后被命运捉弄似的被宋文玄上班的路上看到捡起来放入口袋 宋文玄将金属放入口袋的隔天后就被转到北京大医院做治疗 接下来的两年内他总共做了7次手术 失去了两双腿、左前臂和右手的部分手指 他的内脏也受到了严重损伤 宋玄生病的前几天他不仅受到身体上的不舒服 心情也受到极大的影响,让他得了忧郁 每天都在房间里面哭泣 到了2000年,他从雇主和漏掉金属的公司那里得到赔偿金48万人民币 有了赔偿金之后,他终于装上了一支 慢慢可以治理生活,做一些简单的家务 到2004年,他写了自己的经历,出版了一本小说 书名就取为《生死恋》 这个恋不是恋爱的恋,而是恋子的恋 正常人能够接受的辐射量不能高于0.5个雷 只要接受到1到2,就会出现头晕裸吐 数量越高,就会让身体的白细胞快速下降 全身受损程度也会越来越快 几天内就会休克死亡 宋雪文当时的剂量大概是2.9 为了防止辐射扩散,他们只能切掉辐射最严重的地方 接下来回家的日子,他就过着黑暗的日子 直到他父母,给他撞了电话,让他能够与外界交流 也让他认识了未来的老婆 他的女友一直陪伴他,两人到2006年结婚 两年后一起开了托儿所,过着简单的生活 但不幸的是2016年,他的身体健康状况突然恶化出问题 一开始不明的吐血,然后又被诊断为健忘症 肝硬化等十多种疾病,还有严重心脏病 他跟太太经营的托儿所一直都没有盈利 每个月只靠正负补助的商产补助金 没有其他收入,2018年又开了网络电商卖米来自身生活 宋学文虽然生活艰难,但他没有让这个困境将他脱下水 他在采访中表示自己还是尽力而为的生活 他的故事被报导出来,就陆续收到读者的慈善捐款 让他可以再回到医院做治疗 医生曾经跟他说他活不过40岁,但那时他已经41岁了 他告诉记者希望可以活得更久,才能有更多时间陪伴儿子长大 而且其实他还跟太太生了孩子已经是奇迹了 因为这个奇迹跟捐款,他对生活重新有了希望跟信心 觉得自己需要更坚强,才不会辜负这些帮助过他的人 除了在医院接受治疗之外,他还提高大众对腐瘦线危害的认识 在之前,他会隐藏自己身体的问题跟恐惧 但现在他清楚知道,剪了那条金属链后 伤害不会停止,也不会治愈 永远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到达身体的哪个部位 过去20几年他一直活在恐惧,也把每一天都当成最后一天 努力帮助其他有类似经历的人 希望在他们努力之后,能够让更多慈善团体 关注到核辐射受害者 2019年,他的太太接到了宋学文公司电话 说他突然吐血,送到医院已经回天法术 他离开后,他跟太太的故事也被大众流传挂忌 让更多儿生出援手 现在他努力进行脱索,帮助更多孩子用正向的能量 抚养孩子长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